自肥疫苗预约开跑首日 不讨医院不到半小时 首周预约全部报满 只有240个名额明显不够用 规划4月21号之后 可能会规划每一天的下午 都能够开放这个自肥疫苗施打的门诊 那目前呢有在规划说 是不是一个诊就是可以容纳100个人 双北地区想打疫苗的人更是挤破头 台大医院4月份有8天全部额满 就连5月初也已经全被抢光 马街医院从21日开始 剩下5个开放两整施打自肥疫苗 线上预约也只剩下数十个名额 相较于医护施打率不如预期 民众自肥预约的情况反倒相当踊跃 国内一定有很多的民众 他如果预计下半年 不管是要出国去留学或工作 或做商务的考察等等 我想他就有非常强烈的动机 要来施打这个疫苗 意见分析国内确实有不少民众 有自肥施打疫苗需求 不过目前开放的1万剂 最多只能供5000人施打 万一供不应求 会不会开放更多名额 供费的对象当然也会 也会持续的扩大 那自肥的部分就刚刚讲 如果说这个族群 几乎快到5000人 当然会评估再扩大 提供更多的疫苗 虽然资费疫苗开放预约 让冷清的打气顿时热落不少 不过还是要等到正式开打后 不断滚动式检讨 才不会让珍贵的疫苗 白白浪费 欢迎新闻张家宝 另外于陈明晏 惠宏与台北桃园报道